新疆姑娘回家路上竟被狼群包围 同学惊慌之下想要拉住她 没想到她竟自己走上前抚摸这些狼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被她抚摸的狼更是因此顺服了不少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女孩名叫阿依莫 她家就住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 这里的气候湿润 水草风貌 家家户户都以放牧为生 阿依莫家也不例外 这一天阿依莫跟随自己的父亲 将家里的羊转移到温暖的地方 在回家的途中 阿依莫听到了极其细小的哀号 当时的路上风雪很大 不仔细听 根本无法听到 阿依莫很是好奇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野外 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呢 想到这里 她便跟着自己的父亲 沿着声音寻找 果不其然 他们竟在一处草窝旁 看到了四只刚刚出生的小狼仔 这些小狼仔刚刚出生 圆头圆脑地待在里面 眼睛都没有完全睁开 十分可爱 在阿依莫的记忆力 都是老人们口中形容的狼 有着极为尖锐的獠牙 极为凶残 他们经常趁牧民们不注意 咬死家中的小羊羔 看着眼前这群小狼仔 阿依莫实在无法将 他们与狼的凶残 联系在一起 认为在野外 他们没有食物吃 实在太可怜了 想将他们带回家饲养 这一请求 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在父亲看到这群狼仔后 他本能地意识到了危险 认为母狼很快会回来 因此 他也催促女儿 放下这群狼仔回家 面对父亲的提议 阿依莫会同意吗 新疆姑娘野外遇到小狼仔 竟想将狼当成宠物养 对此 父亲直接拒绝了 并催促他尽快离开 那么 这群野外的小狼仔 命运将会如何呢 在父亲的分析下 阿依莫放下了小狼仔 谁料 在他们的不远处 发现了一匹死了很久的母狼 父亲断定 这匹母狼 就是那群小狼仔的母亲 而小狼仔正是因为 长时间没有进食 而在此地嗷嗷大叫 由于年幼 因此声音并不恐怖 甚至像狗仔子 听到这里的阿依莫 再次请求父亲 想要将狼仔子抱回家中 他不忍心看到 这些可爱的小狼仔们 因为没有妈妈 而饿死在外面 他苦苦要求父亲 面对小棉袄的哀求 父亲终究是心软了 但他对阿依莫强调 一旦这些小狼仔 有伤害女儿的行为 自己会立刻 把他们送到山中 自生自灭 面对父亲的要求 阿依莫喜不自胜 并且向父亲保证 自己一定会好好教导他们 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人 回家之后 阿依莫尝试 喂这些小狼仔粮食 可这些小家伙牙都没长齐 根本吃不下去 阿依莫的母亲建议到 可以试着喂一些奶 可小狼仔 似乎是察觉到了 环境的陌生 根本不张嘴吃东西 阿依莫没有气馁 他抱起一只小狼仔 轻轻地抚摸 过了一会 小狼仔竟然开始听话了 开始喝奶了 见状 阿依莫如法炮制 喂养了剩下的小狼仔 面对生性残暴的狼 阿依莫真能将他们教导好吗 新疆姑娘放学途中 自家养的狼 却专门接她回家 面对同学的魂不守舍 她显然十分淡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女儿的坚持下 父母同意了阿依莫教导小狼 而阿依莫也十分上心 在她的精心未养下 小狼们长得十分快 一直在阿依莫的身后跟着 很明显已经将阿依莫 当成他们的狼妈妈了 即使阿依莫在小心 在一次玩耍中 一只小狼仔还是将它咬伤了 父母见到女儿的伤口后 心疼不已 当即就要将狼仔们送到山中 被阿依莫拦下了 父母心疼女儿 面对阿依莫的坚持 只能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 再有下次 无论如何 也要将这群小狼仔送到山中 此后阿依莫教导小狼更加的用心 小狼们在那之后也更加小心 守起自己的獠牙 生怕伤到阿依莫 不仅如此 他们的獠牙 开始用来保护自家的牧场 成为了阿依莫家的放羊高手 只要出门放羊 阿依莫就会带上他们 在放羊期间 这些小狼们还会守护当地的羊群 和牧民们的安全 这在当地也是知识一家了 不仅如此 在阿依莫放学的时候 小狼们还会主动接他回家 在路上充当护花使者 生怕阿依莫被欺负 老人常说 狼若回头 不是报恩便是报仇 而对于阿依莫 很明显就是为了报恩 对于狼报恩的故事 屏幕前的你是如何看待的呢